龙马最后的日子 仿佛在跟时间赛跑 毕竟大政奉还真正的意义 是要结束武士统治的时代 年轻人用他的手 开启了未来 龙马被暗杀了 虚岁仅得年三十二 公投间的龙马之旅 前后跨越了十年才完成 这将会是我到目前为止 制作过最长的影片 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吧 遇见你是乱世中的小确幸 这个时候的外部局势 一来是发生了 薩摩反英国的 而英国在这场战役当中 体认到薩摩的勇武 以及近代化的实力 双方不打不相识 反而建立起某一种 程度的合作关系 而另外则是幕府 为了要处理越来越盛行的 浪世暗杀 或者所谓的天诛的风气 也开始招募习武的平民 例如像静腾涌 土方碎山 冲田总司 这几位来自靠近江户的 天然理心流侍卫馆 也是在幕府的用人之际 被时代的浪潮推向了京都 从原本的人生浪世队 成为新选主 取缔或者斩杀倒墓的制式 维护京都的治安 而当时龙马则是四处奔走 协助圣海州成立海军署的时期 幸运地置身于风波之外 龙马受命前往月前辅景去募资 获得他第一笔天使投资人 松平春月的巨款 然后又到处说服浪市 跟他一起加入海军署 这并非容易的工作 更何况当时大家都想当智士 对于航海是一知半解 但龙马被任命为熟头 负责督促 激励众人来学习 而因此有了一群自己的伙伴 而这群伙伴当中的许多人 也将伴随着龙马开创事业 并且走到生命的最后 文九四年1864年 白本龙马虚岁已经三十岁 这一年圣海州奉幕府的命令 前往九州各藩 进行考察跟协商 此行是为了幕府要攻打长州 预做准备 因此海州先行前往了解跟部署 他也带上了龙马同行 幕府的高官 资深前往九州出张 已经算是很稀奇 还带了一名浪士 似乎更是不合常理 但他一方面也需要护卫 另外一方面 他也想让龙马渐渐世面 他们这一趟旅行 从神户 左鹤 雄本 长崎 最后再从左鹤乘船 回到神户跟大阪 历史两个月 可以说是师徒相处最久的一段时间 龙马一路走来 常常遇见当代的有识知识 每一次都让他看世界的门窗 更打开一点 当然这也必须是他自己的心胸 跟想法够开阔 否则按照当下的知识思维 这些满口海外知识的 都是必须被壤怡的同路人 因而断绝了获得知识跟见识之路 而当他跟伙伴来到京都 借助处所的管家 是一位叫做曾的妇人 而这位曾的女儿就是尤其龙 也就是龙马未来的妻子 推测龙马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了阿龙 而当年又发生了长州攻打京都的进门之变 默默局势呈现了一种近乎失控的状态 当时的龙马 所幸仍有圣海州的海军署 这样一个牺牲地跟庇护所 得以在安全的距离外旁观这一切 甚至在这乱局中 还有了一点私人的小确幸 那就是在这一年的旧历八月 他和阿龙举行了内助研 也就是没有外人参加的结婚式 而为他们见证的 是经常式的住持致席院 建立国际商社的龙马 竟是共计会的双面间谍吗 从池田屋事件到进门之变 鱼泊荡漾 对龙马最大的影响 是由于由海军署的徒左浪式 参与了这些由长州发起的事变 导致于圣海州被免去军舰奉行的职务 甚至连神户海军操练所 最终都被幕府下令要关闭 龙马也在这段时间 认识了萨摩帆的西乡龙圣 大酒保利通 小松戴刀等人 龙马这个时候的身份 已经是二度托帆 他在初次托帆时 原本就想去萨摩 却不得其门而入 而到了此时 他却以宾客的身份 正式应邀前往萨摩 并且参访了西乡龙圣的家 以及小松戴刀的宰迪 在回城中除了路过雄本 在访横井小南 还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太宰府 去探访因为跟长州勾结 而被逐出京都的武亲 也就是五位公家的贵族 武亲中的三条石美 在违心之后当到太政大臣 内阁总理大臣等等 封正一位的公爵 重点是原本一借让式的龙马 这个时候已经可以跟这些 左右逝世的人物 平起论交了 除了他这个时候 拥有的航海知识 并且掌握了一群 熟悉海事的伙伴之外 自己也开始累积 并且产生出 对天下大事的观点 这些可以说都是 圣海州给他最大的资产 也是一个创业者的条件 那就是专业知识跟团队 然而在他的故乡高知 被整肃失事 已经监禁了20个月的 武士半平泰 却面临了定罪 切腹的命运 就在神户海军操电所 被废止 武士半平泰 切腹的绝望气氛中 龙马开始有了推动 萨长同盟的想法 并且和一众海军署的伙伴 在萨摩凡 以及长期的豪商的资助之下 从设射中 有人说是日本最早的贸易商社 而最好的地点 当然就是在长期 这个充满了异国情调 海商聚集的城市 龙马曾经跟着圣海州来访 而且显然很喜欢这座港丁 由于后来的社中 就设在风头丁旁边的龟山 山坡上 也被称为龟山社中 这个地方可以远眺长期港 运出港湾的船只 都在视野之中 而既然要做海上贸易 除了富商的资助以外 当然要有货源 也就是做生意的对象 这个时候就是 哥拉巴登场的时候了 Parmus Brake Grover 日文发音叫Glaba 所以后来都被翻作哥拉巴 他出生自苏格兰的亚伯丁 本来就是一个港丁之子 21岁就来到上海 加入颐和洋行 随即听闻 长期开港的消息 又一马当先 来到长期 开设自己的商会 作为代理 而当龙马来到长期的时候 哥拉巴早已在此立足五年多 从生思和茶叶开始 后来又正好遇上了木墨的波兰 木府和各凡 无不想撕下整军金武 所以他卖船 卖炮 卖枪 当真是形势大好 附带一体的 在我读过的某些著作中 哥拉巴被认为是共济会的代表 他吸收龙马以及许多日本人 作为推动世界革命的棋子 当然 这些说法都增添了历史的趣味 阿龙舍命救君子 四田屋遭难的原因 究竟是 龟山社中成立的初期 并非一帆风顺 光是买船 就花了不少协商的时间 但还好 社里的伙伴 例如龙马同乡 馒头店的靖藤长四郎 以及后来加入的 陆澳洋支柱等等 负担起了一部分的事物 而龙马在这段时期 正在跟他的同乡老友 中刚圣太郎 奔走于促成 萨长同盟 由于在禁门之变中 萨摩的西乡龙圣 率兵抗击长州的攻击 彼此结下了深仇大恨 但是中刚和龙马都认为 萨长都是军事强犯 必须要放下陈箭 联手对抗幕府 才有改变的希望 但是要说服双方并不容易 历经几番波折 才在庆应二年 又历一月来签订 西乡龙圣跟贵小五郎 分别代表了萨摩跟长州 在京都的小松带到 御居处签订了萨长同盟 而促成这件事情的龙马 则是见证人 原本完成一件大事 龙马应该感到非常愉悦 但没有想到 才从京都回到下榻的四田屋不久 就遭到福建奉行所的捕快门的围捕 因为此时龙马已经被幕府 视为是危险的人物 而被长州派来保护他的三级盛长 使用传统的长枪来抵抗 龙马一开始想要拔刀 但因左右手的大拇指都被砍伤 后来只好用高山静坐 送给他的手枪来应战 勉强抵挡住了攻势 两个人后来破窗 从屋顶逃脱 一直跑到往北运河畔的木材行 才得以躲藏 而阿龙则是死命奔跑 到当地的薩摩凡底球员 薩摩派出全副武装的兵队 前往寻找 并且护送龙马进入到凡底 才保住他的一条性命 都说龙马是日本 最早进行逆越旅行的人 但其实 这一次龙马九死一生 福祉差一点被砍断 还失觉过多 幸亏西乡龙圣派出军医 积薪救治 治疗并休养了一个多月 但由于伤势太重 依然需要恢复 婴儿在西乡龙圣 跟小松带刀的盛情邀请下 带着阿龙乘船前往萨摩 进行了一趟疗愈的旅程 这就是传说中的新婚旅行 而龙马这次来洛尔岛 又在小松带刀 位于山坡 可以看到鹰岛跟海的宰迪住了几天 后来在小松的建议之下 就前往雾岛温泉 继续疗伤 小松带刀之所以会提供这个建议 是因为他自己也带太太去过 所以有人说 其实小松 才是真正日本最初的蜜月旅行的实行者 而龙马泡了许多天的温泉 伤势已经大致痊愈 一时兴起 决定要去爬日本神山之一的高千岁峰 关于登山的路线跟详情 还写了一封图文并茂的书信 给故乡的姐姐 因此后人对于这段过程 吱吱甚详 简直就是早期的旅游部落客 龙马登顶的时候 还很调皮地将天匿谋拔出来看 各位要知道 这可是代表天皇乃是神仙子孙 万事一夕的象征 龙马这样的行为 如果让那些高喊尊王攘仪的志士知道 简直是大逆不道 但是也可以看出 龙马和一般志士最大的不同 就是他有一种非常现代的科学性格 他们在路尔岛一直待到六月初才离开 可以说是他人生后期 难得的悠闲跟幸福的时光 但其实在这段期间 龙马失去了十多名的伙伴 他的同乡老友静腾长四郎 因故而切腹 以及遇上暴风 而在长期五岛列岛附近 触礁沉没的巨浪号 龟山社中的十二名伙伴殉难 龙马分别去败过他们的墓 但似乎也没有时间可以悲伤 因为几乎在同时 墓府发起了第二次的长洲征讨 他们作为长洲的海军而参战 慈役 墓府战败 年轻的将军加冒病死在大阪城 天医跟时事 似乎都不站在墓府这一边 而墓府内部也自乱阵脚 几个月之后才确认由 德川庆喜接任第十五代将军 而他也将是末代将军 龙马以长期跟下官两地为中心 忙碌奔走 一方面执行社中的业务 而且也跟长洲的高山静坐 贵小五郎以及萨摩的五代有后都密切往来 甚至引起了屠左凡的后藤向尔郎的注意 而就在龙马生涯的最后这一年 约末开始跟后藤会谈的同时 尊王攘怡中的王也就是孝明天皇封玉 七岁三十七岁 回头来看身处木末局势的他 可以说是一位年轻而且充满忧患的天皇 之后皇太子木仁亲王即位 兼是后世所称的明治天皇 似乎也预示着新时代的来临 大正凤凡如果放在今日 该凤凡给谁呢 屠左的三内家因为是拜领幕府的封地 理论上应该是要站在幕府一方才对 但是沈舵十四也不想在新的时代缺席 因此透过凡的参议后藤向尔郎 与龙马的旧式严祺弥太郎 跟对方开始接触 后藤是迫害秦王党的上市之代表 和浪市之间同样有血海深仇 但是如果连萨、藏都可以联手了 那浪市跟上市之间为什么不能找到共识呢 我想这就是龙马的思维 后藤跟龙马最后达成协议 由屠左盘出资 将原本的龟山社中改组为海源队 有来自萨摩、屠左以及豪商们的资金 等于是向公司增资扩大 同时也向四国的大周帆 借来一艘一旅坡丸 准备进行初次的贸易航行 众人对于这一趟航程无不寄予厚望 没有想到当船航行到赖户内海 因夜晚农物视线不佳 并遭到另外一艘冀州帆的军舰 明光丸撞上 最终还是沉没 船获两世 而龙马等人被明光丸救起来 并无人上身 但是出师不利 无论如何都要让冀州帆赔偿不可 双方从丙之谱一路谈判到长崎 冀州帆仗着自己是得穿玉山家 本来姿态甚高 后来龙马搬出了万国功法 又请来英国的海军提督来当判官 成功地获得了巨额的赔款 托帆浪市 告赢德川玉山家 似乎再次宣告幕府已经是强奴之末 而顺利解决了一旅拨完赔偿的事宜之后 龙马终于可以推行他的下一个主张 大政奉还 用最简单的说法 虽然龙马促成了煞长同盟 但他发现这两盘目标是以武力推翻幕府 而龙马主张以非武力的方式 促成日本的近代化 唯一的方式就是说服德川幕府 主动将权力交换给天皇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 必须透过后腾向二郎 请出屠左帆的老帆宫山内荣堂 来静静当说客 龙马和后腾也搭乘帆船细沿丸 由长期出发前往大阪跟京都 正是在这一趟航程中 龙马提出了知名的船中八册 这些条文原本是由龙马队后腾口述 而经由海员队士长纲千集 在旁边记录下来 后来在维清成功之后的明治元年 明治天皇提出五条玉士文 确立新政府的体制 一般认为受到龙马船中八册的启发 可见那是多么重要的历史时刻 而当时大政奉还的意义 是要将政权交还给天皇 如果放到当下的现代 我认为应该把大政奉还给人民 也就是民主政治 不知道您是不是认同我这样的解读呢 龙马最后的日子 仿佛在跟时间赛跑 龙马要做的事情似乎总是一波三折 当他讲述完成了船中八册 跟后腾巷廊赶到京都 准备要跟山内荣堂报告 没有想到龙马已经提早返回屠左 接着在长期又发生了一件 伊卡鲁斯号英国水兵杀害事件 导致海员队被误会涉案 所以说龙马要推动大势 似乎历史本身有一种抗力 不愿让它太容易成事 毕竟大政奉还真正的意义 是要结束武士统治的时代 如果从逐利尊士开始算起 将近五百多年的世道 也就在这段期间 脱返五年半之后的龙马 终于有机会再度回到了屠左 他这次返乡 是为了要运送一千艇的羊枪 去强化屠左的近代化武力 因应未来的情势发展 有可能跟幕府 或者是跟煞场发生战争 但是龙马并非大摇大摆地 进入奥之城 而是在上岸之后 先躲藏在贵宾对岸 总旗的船夫家中 等候坊内的官吏的疏通跟安排 直到几天之后 才能短暂地回老家一晚 龙马当时回家一夜 并又匆匆离去 或许谁也未曾想到 那是他与故国和家人 最后的诀别 庆应三年 1867年 后藤巷郎终于取得了 山内荣堂署名的 大政凤凡建白书 同步前往京都 进城幕府 10月13日 德川庆喜在二条城 造极了在京的诸凡重城 表明了大政凤凡的意图 并于隔天向朝廷上表 无论小说还是大和剧 这都是情节的最高潮 一介托凡浪事 在奔走四方的过程中 学习并且融合了 当代有识之士的观点 搭配己身的思考跟行动力 立抗雄凡的开战意图 直接或者间接促成了日本近代史上最关键的事件 而在这个之后 龙马又以徒左凡使者的身份 带着山内荣堂的书信 再度前往月前辅景 请求松平春月赦免一位擅长财政 对于职产新业更有心得的三纲八郎 可以说是为新政府招募人才而奔走四方 龙马来回辅景跟京都 是经由静江路 而巧合的是龙马最后寄居的酱油商家 也叫做静江屋 所以在司马辽太郎小说的最后一章 片名就叫静江路 到了11月15日 他志同道合的伙伴 中刚圣太郎来到静江屋拜访 据说龙马这一天受了风寒 想吃军机火锅 就嘱咐他的徒从藤疾去准备 然而就在这一晚 京都见回主的刺客 掌握了他的行踪 杀上静江屋的二龙 来不及防备的龙马商场毙命 而受伤的中刚圣太郎 三天之后不治 关于暗杀的细节 以及种种阴谋论的传闻 历年来就有很多的讨论 包括新玄祖 纪洲凡 屠左凡 萨摩凡 都被认为是可能的幕后黑手 但根据历史学家 基田道史近年出版的龙马史一书 认为龙马暗杀事件没有谜团 凶手无疑就是幕府旗下的 京都建回主的见识 无论如何 龙马被暗杀了 虚岁仅得年三十二 而他生涯中的重大成就 几乎都在最后这两年中完成 年轻人用他的手 开启了未来 在京都的东山 原本就有一座灵明神社 是海员队 陆员队 安葬队友的地方 龙马和中刚圣太郎被归葬于此 后来几经整理 便是如今的灵山护国神社 每年的十一月十五日 是龙马的生成跟忌日 尽管当年都是旧历 但现在已经合并到新历 而京都龙马会在这天的前后 通常会举办提灯祭 墓前祭等等 林山这座墓园 基本就是墓墨史的缩影 与他共同完成 煞长同盟的贵小五郎 后来改名《墓户笑语》 名列《维新三节》 活跃于明治政坛 明治十年 也是虚岁四十五英年早逝 归葬于此 和诸多的长洲志士 以及龙马等人永伴长眠 从墓园眺望京都 遥想当年风云 恍如隔世 司马辽太郎先生 在小说最后写道 事业 京都的天空 与云密布 群星隐匿 然而时代已经转变了 年轻人用他的手 推开了历史的门匪 开启了未来 这一集我用了超过一万次 为大家简单地陈述了 版本龙马的生涯 以及他生命中的关键事件 或许你会问 看完这一集 还需要买 《龙马之旅》这本书吗 我的答案是当然要 因为书中 还有多达八倍的字数跟内容 不仅是龙马的生平 更是一趟长达十年的旅程 有更多值得细细感受的 情感与细节 我会将书本订购连结 附在留言处 也欢迎大家购买支持 好的 以上就是本集的内容 记得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锁定更多 公投间观点的时事 跟旅游话题 我们下次见